人群倒數 3 2 1 哇 超酷我真的在發光欸 好猛喔 2018年最新潮流 雞雞一口香辣以及透明奶茶之後 令人最驚奇的發明 忘記自我介紹的 這邊是超強系列 今天呢我們要來做的試吃就是 這個糖果的特色就是 除了有三種口味之外呢 它在暗中呢還會發光 蛤這種東西能吃嗎 會發光的糖果聽起來超 化學的耶 會不會吃到放生物質啊 吃完之後會不會變 雖然我完全不知道它裡面加了什麼東西 但是官方網站上面說 它的發光功能是來自於天然物質 所以請安心使用 它畢竟都在日本正式上市了 那我想 大概 它還有30種糖果包裝 那它每一種上面都會寫一句話 有些可以給朋友做加油打氣的 有些甚至可以送給情人 所以感覺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我在日本買的時候大概200日元 加稅216塊錢 也沒有到很貴 那我們就一起去開箱吧 走 外觀呢就是用一個黑色背景 哥德士的發亮玻璃 來做一個效果的一個包裝 它上面是寫這個 Black Light 所以這個糖果要用一個非常特殊的 叫做黑光燈照射之下呢 才會發亮 開開看 每一個一個來看一下它上面的日文 寫了些什麼 綠色好像最多耶 我們從綠色開始吧 一緒に帰ろ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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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一起回家吧 一起回去吧 OK 還蠻有趣的喔 回去哪裡呢 回去房間趴趴趴趴嗎 おめでとう おめでとう 大家記得如果我看過 我那個新年快樂那集的話 大家知道 我妹跌倒是怎樣 是一件很值得慶祝 恭喜的事情啊 所以呢 おめでとう就是恭喜 恭喜你 きっと大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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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きっと大丈夫就是 絕對沒有問題的 絕對沒關係 這個還蠻簡單的 ありがとう ありがとう 謝謝你 感謝の気持 感謝の気持 就是就是就是 簡單來說就是感謝的意思啊 就是 剛剛漢子就知道嘛 感謝你 いつでも味方だよ 就是說 一直都會陪在你身邊的意思 いつまでも 友達ね 永遠永遠 都要是好朋友喔 明天もよろしく 明天もよろしく 明天 也要多多指教喔 這個也是一樣的 一樣的就放旁邊 早く治りますよう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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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に 用に這個部分呢 通常都是在指 希望 呃 許願的時候呢 會用的一個詞 希望可以早日 康復的意思 いつもありがとう 一直以來謝謝你了 大事にね 大事にね 要好好照顧自己 好好保重的意思 がんばてね 就是 加油 明天もよろしく 三個 可愛いね 這就是慈悍最愛用的 可愛 大好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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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喜歡你了 剩下這兩個呢 這個做的還蠻廢的 寫給 你要送的人 然後就是寫他的名字上去 然後就可以 送他了 はい 師弟 那既然那個發光糖果上面的 包裝的日文 都已經被我們學會了 那我們馬上就來實力的測試一下 這個發光糖果 它到底會不會發光呢 是的 那我們現在目前有看到呢 普通日光燈之下照到的樣子 就是一個平凡不顯的糖果 但是待會我會用這根 有沒有看到 發光的超級帥氣 黑光燈管 所照射下去呢 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連擊倒數 3 2 1 哇 超酷 我真的在發光耶 好猛喔 OMG 這不是在亂蓋喔 這不是AE特效喔 很帥耶 它真的在發光 好屌喔 為了拍攝起來 讓大家看得懂 我到底在幹什麼鬼東西 所以我特別換上了 這一身白色的衣服 那大家知道這個 黑光燈遇到白色物體的時候 它才會發亮 至於是什麼原理呢 我也不知道 去問丟丟鞋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實驗看看 究竟人類吃下這顆 發光糖果之後呢 會不會跟著一起發光呢 這就是發光糖果 我要吃囉 太可愛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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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等一下 我覺得 我覺得我 我 我 哇 哇 呃 呃 呃 其實我太懂 它的原理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可以讓一個 糖果發光耶 它好像每一顆都是這種顏色 它吃起來其實就是一般的糖果 沒有那種發光的味道 也沒有說到特別的好吃啊 但是 我覺得如果大家有好奇心啊 願意想來吃吃看的話 我也是蠻推薦的 如果還想要看我開箱什麼樣的影片 請在底下留言跟我講喔 也請不要訂閱 幫我按個喜歡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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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